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科技新G的時間 今集有我表妹為大家報導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記得 Like Comment和Share GadgetGang的影片 還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和IG 未訂閱的話就快點訂閱 按下小鐘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一年一度的消費電子展CES 將會在明年的1月5日在拉斯維加斯舉行 各廠都開始有些新的公佈 DELL最近就出了一條片 講他們的概念Notebook Concept Luna Concept Luna其實上年都有提過 主打環保概念 縮減零件大小銅數量 減少50%碳足跡 今次就有更多內部構造看到 官方強調30秒就可以將機內零件拆出來 Keyboard、Speaker、CPU、電池等等都拆到 方便維修或更換升級 看片只要用一個針形工具 刺一刺機則 就可以拆開Keyboard 裡面零件也沒有特別的線材或螺絲阻住 很簡單就可以徒手拆出 另外 DELL還開發可以自動拆解Concept Luna的機械人 機械人會懂得判斷零件有沒有壞到 自動將重用得的零件回收作用 現在的電話電腦都不想人打開內部結構 維修難度高 拿去做都是換過一個新的給你 如果有部可以換零件Notebook 環保之外 用家上升級不用客客買新機 都是一個頗好的方向 但Concept Luna目前仍是概念產品 還沒有正式的推出日期 一講起IT大家會想起甚麼呢 或者都是IT狗 在香港做IT似乎都頗辛苦 近日日本有一間人力資源公司 就統計了71個地區的IT工程師收入 大家猜猜哪個地方排第一 排第一最高收入的有些爆冷 不是美國而是瑞士 平均年收入是10萬美元 美國就以8.9美元年收入排第二 第三的以色列 年收入都有8.5萬 之後那些就沒那麼誇張了 香港和日本分別排第19和20位 亞洲地區就只有兩個地區 入到頭20大 統計就說香港IT工程師 平均年收入是4.2萬美元 計落有32萬港元 大概是26000元月薪 不知各位IT人又覺得這個統計合不合乎真實情況呢 最近這個星期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 都有朋友貼出一段長長的對話記錄 內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甚至無聊笑話 動漫電影甚麼都有 到底他們在玩甚麼呢 其實他們在玩Elon Musk 有份創立的非營利人工智能研究組織OpenAI 最新開放免費試用的新型聊天機械人 叫做ChatGPT 雖然大家日常接觸的Siri 和Google助理都懂得跟用戶對話 但ChatGPT著重自然語言處理能力 令到這個AI產生的回答非常人性化 近乎跟真人一樣 不過最有趣的是看網民怎樣玩 除了問他不同的奇怪問題 有人會跟他玩文字冒險遊戲 更有趣的是有人會叫他幫手 改寫一段寫得一般的英文 甚至有人測試叫他寫曲寫Game 你又有甚麼創意玩法呢 不過可惜的是 暫時香港都還未有得玩 如果你都想跟ChatGPT做朋友 可能就要用VPN才註冊到 就好了 曾經在Superman Man of Steel 和Justice League等等電影 飾演Superman的Henry Carvel 最近和電影的導演James Gunn 正式宣布Henry不會再做超人 雖然Henry Carvel 又在Black Adam片尾彩蛋亮相 但因為James Gunn 將會重新打造一個DC電影宇宙 新的Superman電影 將會由少年時期講起 所以Henry Carvel只能跟Superman說bye bye 但James Gunn透露 未來還有跟Henry Carvel合作的可能 不知是留定後路 還是被Henry Carvel參與其他DC角色 就不清楚了 總括來說 DC有新的電影宇宙 相信對Fans和觀眾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小島工作室的遊戲大作Death Stranding 將會由Hammerstone Studio工作室 製作成電影 小島秀夫將會擔任電影監製 電影故事建基於遊戲 暫時未有進一步消息 似乎將會採用遊戲的世界觀 和部分角色 另外 The Game Awards 2022 亦公佈了Death Stranding續作 故事背景是接觸前作的時間線 小島的Fans是否好期待呢 努力等下啦 分享一件有些娛樂成份的新聞 相信大家沒看過 都一定有聽過阿凡達 應該是不少香港人看的 第一套3D電影 不經不覺已經是13年前 2009年的事 近日他的續集 《阿凡達水之道》 終於在香港的大銀幕上映 第二集的時間點設定 在第一集的十幾年後 繼續講述辣美人 在潘朵拉星上 和人類的故事 不過主線就不在森林 而改到珊瑚礁和海洋生物的故事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Gadget鏡亦都看了 畫面精細豐富不再講了 事實上193分鐘沒有冷場 雖然故事情節不是很突出 但總算都沒有冷場 而且潘朵拉星的神秘感 令人看得很過癮 當然亦都要大家加點想像力投入其中 另外亦都要提提大家 整套電影長3小時12分鐘 記得去好洗手間才入場 大家都知道我們Gadget鏡 是有少少獨獨的 所以接下來 和大家分享兩單關於動漫的新聞 先講一下男兒當入進 雖然正式上映之前 有不少人都擔心 但開畫之後目前的評價都不錯 而日本版其中一個 令粉絲有少少意見的位置 可能就是沒有用當年動畫的聲優配音 不過香港粉絲就應該開心了 因為香港版本已經正式公佈 會用當年電視版的原班人馬配音 親節到一定爆燈 立即很想聽英木說 劉昌你這個壞人 電影1月12日就上映 應該很多入津迷都很期待 1 2 3 要贏 另一單就是關於Pokemon 早前仙華得10歲的小智 做了小精靈訓練員25年之後 終於贏到白大師冠軍 但一贏完就說要退休 小智和比卡超的冒險 剩下一集相遇編和11集特別編 官方已經宣佈新一輯動畫 小智和比卡超都會功成身退 幻想全新主角Rico和Roy 不少粉絲都表示很不捨得 還說沒有人可以代替到小智和比卡超 大家又怎樣看呢 今集《科技新珠》就來到尾聲 大家記得要like、comment、share Gadget Game的影片 有空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至於我我就會暫時暫別香港 所以明年再見 在這裡圓祝大家 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Bye Bye